天气逐渐炎热 陆野陆家农庄有感预销 经常在炎热环境之下 要协助各项消防工作 因此特别赠送 官山预销农庄所酿制的果醋 感谢他们无私的付出 而除了农庄赠送果醋之外 先前官山正农会 也特别捐赠官山米乖乖 感谢消防还有预销人员先到付出 也期盼可以发挥产品协议 祈求地方都可以乖乖平安无时 农家主人将自家所酿制的果醋 赠送给官山益霄的分队长 希望能够在炎炎的夏日 替辛苦的益霄伙伴们打气 为了庆祝端午节 以及感谢益霄们的辛劳 为在陆野的陆家农庄 特地赠送一批美味的果醋 给打火英雄们 希望能够在炎炎夏日里 让益霄伙伴在出勤完后 可以喝上一杯健康的果醋 为身体消消暑气 益霄在这个阶段 以目前这种疫情期间 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小小的鼓励 就是农庄本身自己的产品 送给益霄朋友 把他们加油 而官山益霄队长则表示 益霄属于无几职的志工 非常感谢农庄 以及先前官山正农会 在国际消防员日时 特地赠送的果醋 以及官山米乖乖 让益霄伙伴们倍感窩心 非常感谢包括我们官山正农会 送我们这个 我们在地的 官山在地的一个人气商品 官山米乖乖 还有我们 鹿野鹿家农庄 送他们这个 自己酿的这个果醋 来表示对我们官山益霄的肯定 农庄以及农会 制证小礼物给益霄们 感谢益霄伙伴的无师付出 同时也让益霄们可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和谐 记得陈吉林录影相报导